是这样的 咱们这个业务任务布置下去 也有几天了 是吧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个趁着这个康哥呢 这两天呢 有一些新的进展 在跑业务上面 我就说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开个会 当初呢 我也向常总保证了 成立这个市场部呢 主要是呢 是基于就是 这个 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继续发光发热 继续有所作为 继续释放能量 而不是这个 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跳舞 晴天也跳 这雨天也跳 这样的话 这个业务是没有办法进行 拓展的 那这样 既然康哥已经有了一些进展 我们请康哥带个头 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好 谢谢天总 谢谢常总 通过在外边跑业务啊 我 我觉得我非常激动 感觉到 确实是在生活上 开辟了一篇新的天地 新天地 拉到广告了 我拉到了 吹牛 怎么是吹牛呢 我确实是拉到了 我可以 可以 这这 康哥的确实是拉到广告了 咱先不说这个事情 那么因为 的确存在一个问题 之前我说了 说这个两个组比赛 谁先这个拉到广告 谁有这个额外的这个提成 那么就想问一下各位 这个 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没有 报告 拉到两单 妈 别 别张嘴就来幸福开河 都看见你了 是这 大后一天麻将了都 这 这孩子 我是这种人嘛 幸福开河 你以为 麻将桌上就不能谈广告了 人家重庆啊 成都啊 就是麻将桌上谈业务的 那是传统 对对对 可是刚才 听田总的口气 好像有点说我们是不务正义 我就是着急看着你们 天天跟家里待着也不出去 当然了 既然你们已经拉到广告 那我能问一下 是怎么回事吗 您说说不话 好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 其实呢 你们当时说我们跟社会脱节了 我们嘴里不服气 心里是发虚的 拉广告 我们怎么会拉广告的 怎么拉呀 心里没底呀 还有 瞅得我是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 后来一想也没什么大不了啊 他不会拉广告 还不会拉家常啊 我们得利用我们以前的人脉关系 瞄准目标 稳准横 跟他扯 好 在东美的领导下呀 我们拿到田总的能够谈的那个商家的名单之后 我们就先找了几件能扯上的七的锅八的一 今天这一天啊 上午一场 下午一场 打得我是腰酸背痛 脚都瓢了 嘴都麻了 实在 什么腿都瓢了 嘴都麻了 是腿都麻了 嘴都瓢了 知道 知道 你得救你 救你聪明 你们知道今天来的那个方姐是谁吗 她可是天狼星智能文具开发集团的老板娘 知不知道 我跟她一介绍情况 她二话没说 拎起电话在洗手间给她老公打了个电话 她老公马上给了十万 真的 那 那你跟她说清楚了吗 我们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没什么 她说没什么 好 就继续 不好 拉倒 就这么简单 所以接下去看你们的啊 别对了